1950年,黑泽民为大影拍摄《罗生门》时本想让袁杰子来演女主角, 但是大影为了票房考虑推荐另外一名本公司风投正生的女演员, 这让黑泽民有些犹豫。 便在此时,这名以性感奔放形象试人的女演员直接把眉毛剃掉来示镜, 黑泽民当即拍摄《罗生门》的女主角就是她,她就是金婷子。 1924年3月25日,金婷子出生于日本的大阪。 五岁时,她的父亲石田治三郎去往巴西后, 渺无音讯,再也没有回来。 因为她的父亲一直没有和母亲事业宝子正式结婚, 所以她随母姓本名事业原子。 小学毕业后, 金婷子进入大阪松竹少女歌剧团, 后来正式成为舞蹈演员。 在整个松竹歌剧团生涯, 她只在1944年参演了《锦上金太郎》导演的《推翻天狗》 和《沟口戒2》导演的《团十郎三代》。 1949年初, 她进入大应电影公司正式开始演员生涯。 最初, 大应给她的定位是非常西化的性感女星, 饰演的大多是妖妇之类的角色。 在拍完四部电影之后, 金婷子迎来自己的成名之作《痴人之爱》。 《痴人之爱》给编自古奇润一郎的同名原著小说, 讲述单身大龄电工收养一名少女, 本想把她调教成合格的妻子, 结果反被调教, 沦为少女美丽肉体的奴隶任其摆布。 这是一段非常日式的虐恋, 金婷子大胆豪放的表演是以前日本电影前所未见的, 因而大受瞩目。 紧接着, 金婷子就主演了前文提到的《罗生门》。 由于《罗生门》意外在国外获得大奖, 大营社长永田雅仪雄心勃勃, 开始进军国外市场, 先后策划了多部大制作。 这其中, 《狗虎剑2》导演的《语悦物语》, 《伊丽真支柱》导演的《地狱门》, 接连在国外电影节上获奖。 这三部电影的女主角都是金婷子, 使得她成为日本电影, 在国际舞台上一颗璀璨的明星。 1955年, 金婷子主演了大映和邵氏的中日合拍片《杨贵妃》。 1956年, 金婷子与马龙白兰杜主演了日美合拍电影《秋月茶室》, 并获得美国金球奖喜剧音乐类最佳女演员奖提名。 金婷子是极性感, 演技神秘感于一身的伟大演员, 曾数次上榜日本十大女演员, 但是和荧幕形象相比, 她本人是一个性格温和, 沉默寡言, 十分守旧和缺乏朋友的女人。 她曾经和大营社长永田亚姨有一段绯闻, 但她终生独身, 将自己的全部都奉献给演艺事业。 2019年5月12日, 金婷子迎病逝世, 享年95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